欢迎回来牛小咖 我是不亲币也不会倒 但是很装逼的必倒 今天我们要开箱体验一下这个七次方的摩卡壶 我看到过不少UP组也使用评测过 但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上手使用过 所以感受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开箱的体验 好 那我们接下来开个箱 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打奶泡的壶 然后这个奶泡壶还有这个小的旋转甲 通过旋转然后将空气带入到里面 这个是摩卡壶的本体 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摩卡壶也是双发的 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个孔 吹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这种阻力的感觉 这个吹起来还是蛮重的 然后它的阻力还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下壶 我看到下面有这种涂层 这种涂层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防锈的作用 也比较容易清洁 然后我们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 然后还有前面是一个菜单的按钮 它是一个点触式的开关 然后这整个设计 其实更像是那种新型的厨房小家电 设计是比较简约的那种 好了 我们先做一杯黑咖啡 咖啡豆呢 我会用到13到16克之间 使用终身烘焙度的咖啡豆 然后C40的研磨刻度用到15格 然后我的水的话 我会用到80克 官方说明的是用到60克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杯子比较大 所以我会用到80克 然后萃取出来的咖啡叶它也会多一点 我用的是常温水 然后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长按这个开关键 点一下这个意思浓缩 双击一下 然后它就开始了 记一下时间 我们看一下大概要多长时间 现在已经两分钟了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 一口浓缩咖啡 瞬间把我带到17岁那年 由天我无聊刷视频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叫刘老师 他边喝浓缩咖啡边做咖啡客户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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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咖啡豆也会用15克的咖啡豆 好然后我们现在放上来 然后用到这个杯子呢 它是300毫升的杯子 所以说我的牛奶呢 也是用到大概250毫升这样子 这个奶泡壶呢 我们就是把牛奶直接加到里面 然后放在这个上面 按这个拿铁键的时候 整个过程它会自动去制作 然后自动打发 而且它这个奶泡壶呢 它是可以打常温的冷奶泡的 然后大家看它这里正在制作的时候会显示 12345这样五格的时间 大概我估计在两到三分钟左右 听到这个响声呢 我们奶泡和这个黑咖啡它就同时完成 看一下这个油脂啊 看一下这个奶泡它的那个光泽度还是蛮好的 然后呢我今天要制作一杯郁金香 因为郁金香对奶泡的流动性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适当地刮出来一点奶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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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咖啡在一起的话 就喝起来非常的柔和 也不会特别的偏重 然后呢味道呢就很香醇 另外这个机器啊 是可以搭配胶囊的 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 这个经典意识风味的 喝起来呢比较醇厚 做奶咖也不错 那胶囊咖啡呢 它比较适合 喜欢涂方便的人 但是呢我自己平时 更偏向于新鲜研磨的 那从整个机器的操作呢 再到出品的情况 再到清洗 七十方摩卡糊 把这种传统的欧洲储蓄 做成新型的厨房小家店 我觉得非常适合 现代的年轻人 审美和生活方式 好了今天的开箱体验 就到这里 希望小伙伴呢 能喜欢 然后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见 Cheers 看你喝我也想喝了 你别喝完给我留一点 可以可以 好